台北市萬華舊名蒙甲 但是蒙甲的台語VANGA是什麼呢 資深文史工作者李正仁老師說 VANGA就是大朋友小朋友 開心合照的這種山板船模型 真正的船的長度大約30尺 以前主要是用來運送基隆河上的煤礦 百度和民生物資 讓大小朋友們恍然大悟 這就是我國的 我們公仔總是要找簡單的 這是基隆市政府兒童及少年事務處 所辭的暖暖親子館 為了增進親子感情 讓大家更了解暖暖區 在地人文歷史和地景 特地舉辦的黃蠟石文化館走毒活動 社區的活動 其實大部分是針對大人的部分 那六歲以下的孩子 其實很多都是附屬在大人的活動內 所以我們這次要做的是 希望把幼兒單獨提取出來 他可以參與社區活動 尤其是這些住在地內 住在暖暖的這些原生的一些小孩子 他其實對暖暖的一些文化或者是自然生態 其實是相對的不是那麼的了解 那議員給我們很大的支援 讓我們參與這個文化局的社照案 那藉由孩子實際的走讀 實際的了解 然後我們將會出六歲以下專屬的繪本 那再來也會有桌遊的誕生 然後進而就是會有小小導覽員的培訓 那小小導覽員的培訓 基本上我們一樣會用六歲以下的孩子 然後在九月十月的時候 我們會舉辦親子小旅行 那由孩子的口介紹出暖暖的美好 那希望所有不管是在地的人 或者是外來的遊客 都可以認識我們暖暖所有的一切生態 文化地理 這樣子的美好介紹給每一個人 市議員聯恩典更是相挺這項活動 同時爭取文化觀光局的經費 將協助兒少處所屬的暖暖親子館 完成後續更重要 由小朋友們親手畫畫完成的 兒童繪本活動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每一個 到不管是暖暖任何一個地方 他們會藉著他們的嘴巴 或者他們的手所畫出來的一些的 說是繪本也好 或者在講他們的故事也好 會讓我們暖暖地區的人 更能夠了解在地的人 特別我們藉著今天的介紹 我想讓基隆或者外縣市的人 也更能夠知道暖暖的文化 以及這些的文史 那同樣是有好山好水的地方 讓更多人能夠認知暖暖 能夠喜歡暖暖的地方 這項黃阿石文化館走路活動 總共吸引了20多位大小朋友們參加 廣方更邀請資深文史工作者 李正仁老師親自解說 包括基隆和韜金的歷史 八讀鐵橋的前世金聲等等 李正仁用生動活潑又簡單明瞭的 講解方式和內容 讓大小朋友們很容易了解 大家都很開心 老師講得好不好 好 給老師一個愛心救命喔 一 二 三 救命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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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